我是在上海一直成长起来 算是上海培养我走到了今天 我特别喜欢上海这座城市 我也属于新上海人 既然已经扎根到了上海 我需要在这座城市发展 也希望自己能够发展得更好 第一次来上海训练应该是2001年 来到上海一两年的时候 就属于卖头苦练 我觉得教练和运动员 大家对于乒乓球的热爱 非常感染我在一个新的环境训练 更能够激发我的斗志和热情 让我能够不断地想要去提高 我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要么不做要做的话 我就要把它做到最好 一个人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去钻研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这样的话我觉得人生才更加多元化 更加有意思 我以前只有一个运动员的身份 现在也兼了亚平联盟的副主席 也是一个父亲的身份 现在也是作为一个创业者 我觉得每一个身份都是全新的挑战 我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想法 创造更多的事情 作为一个优秀运动员 是有义务去推广乒乓球 把自己以前所学所用的东西 去传播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参与乒乓球 这是我们的初心 现在再出发是换一种身份 也是为上海体育或者是为中国 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到乒乓球这个项目之中 我们也在想怎么样运动和生活能够结合在一起 其实咖啡在上海这座城市是必不可缺的 是跟生活紧紧相扣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也是启用了一个全新的模式 上海这座城市包容性很强 生活方面非常完善 教育资源上有很大的优势 上海也是著名体育城市 它可以包容很多运动项目 尤其是在上海 一旦是有创新的一个项目落地 是大家都愿意去尝试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体育 喜欢运动 是让自己的身体健康 也会让自己的身心健康 在上海这座城市 大家都是在江边上跑步体育场户外的 这种氛围 尤其是我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来说 我看到大家都在去运动 我觉得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很多的快感